你今天要拍攝嗎? 你要先講你今天要拍攝嗎? 拍櫻桃就是要快 要快 你知道就是會有一些人就會一直講你有的沒的這樣 就是他的韓國朋友 嗨各位好久不見 今天呢我要拍一個就是關於我在澳洲第一份工作 總共賺到多少錢 那今天其實我要請到一位非常非常 大家其實都蠻喜歡他 然後也很想他的一個特別來賓這樣子 那我們一起掌聲歡迎他進場好嗎? 哈囉大家好 你的長髮超出一幕了 你大長的話全莊妹妹要去哪裡 他就說要拍影片啊 他說都不用通知別人的這樣子 他說不能輸 到底還是要在我身上吧? 那想說就是 反正已經來澳洲三個多月了嘛 順便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做這個第一份工作 賺了多少錢 然後大概是一個怎麼樣的模式 那我們第一份的櫻桃工作 我們團隊一開始的起點賽Cobra 然後我們第二場就換到了 Orange 然後第三場到Mansville這樣子 那我們在第一個城鎮的時候 那個場的櫻桃果況非常非常 是在那個場裡面最不好最不好的 然後我們剛開始到的時候 也因為是新手嘛 不太會踩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那邊 第一場也幾乎是沒有轉 而且場跟場之間移動 其實花非常非常多錢 超級貴的 而且我如果媽媽到下一場 如果開工時間沒有那麼快的話 我們也還要在市區再住 然後出去就是一個花費 你講這三個月有沒有賺錢的話 其實是沒賺還要賠錢的 因為我帶了兩千多澳來澳洲 然後我進去農場的時候 剩一千多 一千二左右吧 但是我最後三個場結束 我身上剩九百塊 那這個應該是更誇張 對我就是直接花光 對 第一場了最後一個禮拜有少賺錢 就那一個禮拜 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們到市區就幾乎打拼 整個花完了 但我們第二場有比較賺一點 只是 我們第二場好不容易賺錢 然後結果我們第二場跟第三場中間 隔了三個禮拜才開工 然後我們在雪梨待了兩個多禮拜 因為順便去跨年嘛 然後第三場 進去之後還沒有馬上開工 然後在雪梨 因為遇到跨年 我們第一Airbnb的那個房價 又特別特別的高 其實也是把那個 那時候賺到錢又整個歸零 然後才到第三場 第三場也沒有什麼上吧 只上了八天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有點 其實也不是怪我們的團隊 應該是說 今年澳洲因為大火 天氣就是 比較慢 變成熱的天氣的關係 所以 所以過他們就沒辦法 那麼快的熟 變成說我們 剛開始帶第一個場採的時候 都要colour picking 就是要挑色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哈哈哈哈 我的樂 哈哈哈哈 第二場好像是我們採過最辛苦的 就是因為有幾天 有可能到三點四點 因為我們團隊 之前在corporand 真的是 上到太短了 就是我們團隊在corporand 都可能十點或九點就下班了 但是別的團隊 他們 就是上一整天到五六點 所以變成說我們團隊的人 其實體力就不是很好 會踩到那個爬的梯子上來 然後下來的時候 頭暈 然後跑的梯子還會跌倒 對 有人就震探過 哈哈哈哈 那就看到別人 直接從上面這樣跌下來 樹直接扯下來 這樣子 我自己也有過 但是我不是從樓梯上面摔下來 把樹扯斷 我是直接把樹擺斷 他本來是撞斷 而且擺斷是那種 不是小分支 是大支幹的那種 而且是很大支 我們在拆一拆 然後 然後就 完蛋了 然後對一個人說 怎麼辦 然後那個大支幹我就一直推 推在那邊 然後他們全部都壞了 過來幫我 超級可怕 那要怎麼長 根本沒辦法長啊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算良心才了啦 什麼梗啊 那些 對 因為我們有分梗 不分梗 分梗其實很好時 分梗我就會很老實的分梗 因為你知道櫻桃如果沒有梗 其實是不能賣 賣不出去的 如果像我們枕頭 才下來 有半桶以上都沒有梗的話 其實他們來說就是 損失了非常高的價位 這樣子 他們都會很督促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就是 把梗拔掉 我們也是非常的有良心 總是還是會有幾個老鼠屎 就是會喜歡 喜歡把 直接大便好不好 根本不是老鼠屎 直接扣箱 更可憐 我覺得這樣其實 就是說實在這樣更辛苦 因為你剛才都完全不算 你為什麼不 乾脆就好好採 不要為了那一點點時間 害到自己 害到大家 害到大家 對就是因為這樣害到大家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團隊 在那個場的時候 就有點被他們農場的精力 有點就是 小排斥 他們那時候在搜國的時候 還罵我們是 垃圾機的人會說 對 因為我們都剪人家那種 就是人家已經踩過一輪的 然後我們才去搜尾的那一種 對就是搜垃圾什麼的 所以就還蠻辛苦的 但是我們之前在第二場的時候 真的也是有好到 可能踩到下午 然後大家都不想踩 都想回家了 然後Super Vice 還拜託我們快點踩快點踩 然後去買可樂給大家喝 很好欸 真的很感人欸 你看到別的團隊應該是沒有這樣 但是我們Super Vice 還買可樂 然後一個人一罐這樣 而且重點是他還不是買就是沒冰的 他是去買冰塊 有冰塊 然後把可樂先放在冰塊裡面 讓他有冰了之後才發下來給我們喝 所以那天真的是蠻甘心的 因為那天真的是很熱 是熱到那種 你真的會不想動的那一種 舒顧 對但是 我真的還沒說 我可以認真一點 好不容易的說過 反正我跟你講 每個人在工作上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 還是要跟人家好好相處 因為你剛好相處就會有回報 就是人家就是會幫你 有時候我覺得在外面工作 不是說人家講你哪邊不好 就是找你麻煩 就是 你怎麼不去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有哪邊做不好 所以 人家常常會講 人家幹嘛 無緣無故去講你 這是一個非常 你不是說我們很漂亮 但是我們不是真的很漂亮 不是無緣無故 你這樣也很不太漂亮 為什麼 欸我看一次換那個長髮看 欸這個不錯 這個是那個戴珍珠爾環的女人 阿爾沒有十惠 蛤 十惠少女 十歲嗎 十歲嗎 十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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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講哪裡了 好啦 好像就是 欸等等 不知道欸 真的不要太常抱怨 什麼事情真的都不要太常抱怨 對 而且今天過了就算了 不要一直記仇 愛記仇 你好黑有臉 對為什麼 好黑 就自己當老闆嘛 對啊 在下面工作就是要遵守人家的規則 這是非常基本的道理 但是如果有任何主場霸凌請你們 就是要直接 打一下 110 也是不必吧 所以你要怎麼這樣 欸不好意思主場霸凌 可以吧 她拿回來救你 你就講嚴重一點 欸她推我下樓梯 欸我被揣 她拿便當沙漫 欸 她偷吃我便當 這個就好像不會出力 欸什麼事 我覺得我越來越糟了 我媽祝快一點 你真的不會幹 而且我好熱喔 那有個分享一下那個 你大概賺了多少錢 我大概賺了多少錢 因為我真的很認真很認真很認真 我跟我舅舅還有他一起來嗎 我應該是三個人之中的冠軍 雖然也是不多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的拼命的採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大概賺了多少錢 我現在一週一週的 你手機幫我開一下 我第一週我們上了四天班 然後我總共只採了24.5欄 我第一天上班採了5欄 然後扣完稅的薪資是260.30塊 我們團隊的稅錢是12塊一欄 稅後是10.625 第二個禮拜我採了47.5欄 然後總共是收到491.9塊 然後再來這個禮拜 就是我們在ORANGE的那個禮拜 就是連上沒有下班的那個 然後也是我唯一一個賺最多的一個禮拜 總共才88欄 然後924.35欄 還有再下一個禮拜 39.5欄 然後419.69欄 然後再下一個禮拜 只上了兩天才了19欄 201.85欄 最後一天 最後一個禮拜 79.65欄 79.65欄 加起來是多少 3千... 你要有2下 好 1 2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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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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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人很奇怪 他最喜歡優雅上班的人 像我我就會這樣 然後爬梯子很快 這種工作就是適合本身 你就是那種就是 集性質的人 你要鬥志很強 對 他們看不下去 都是很強變鬥志孔 像我這種就是 他的個性 反正就是喜歡慢調思理 對 真的 因為他覺得快 他可能集不來的那一種 就是事情他喜歡照自己的節奏 對 可是說真的採櫻桃就是要快 然後 你知道就是會有一些人 就會一直講你有的沒的這樣 他有韓國朋友 我就覺得 怎樣 我們常常是韓國人 對呀 我要猜怎樣就怎樣 在那邊給我用韓國語 那邊講講講 韓國語 韓國語 韓語 韓語 對 用那邊韓語在那邊給我講 就覺得很激發 其實他應該蠻受傷的 因為 因為一開始他都 因為他一開始就採很慢 然後有時候突然有幾天突然衝過我們 然後 我們就會說 很賤 超賤 可能我走過去找他們這樣 就在算我牌子 然後我可能只有八九箱那邊 我就說 欸我已經十箱囉 然後他們說 屁啦不可能吧 然後我就在那邊算 就站在樓梯上面 因為他們在採上面 他說 還是你的牌掉出來 你掉在路上之類的 因為我們是採完一箱就要插你自己的牌子 然後可能他當初好像是發二十張給我們 一開始 然後我們就會算說 如果今天我們插了幾張牌 然後剩下的牌 就知道說 喔那 我們就是今天採了幾箱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 可能牌子沒插好 他會飛走 或是你走路的時候他會飛走 然後那天他就說他比我們多的時候 我們就說 看你這牌子飛走吧 你看現在有沒有 不小心夾到兩張 然後他就很不開心 然後就不講話這樣 然後踩自己的 就真的啦 我就一直這樣算去真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採櫻桃是一件沒有那麼累 然後也蠻快樂的工作 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就是 來的時候也可以採採看櫻桃 這樣子 就是其實也不會說太多的有受傷 然後像我們現在做這個工作 要拿剪刀 我常常撿到手 我們手全部都是霸的 我今天開通就直接這樣 然後就睡兩半 對我的也是 這裡也是 現在合起來 然後這裡也是 欸這是女生的手耶 就現在變這樣有點生氣 然後手這邊皮都是會脫掉破掉這樣子 就真的 每個工作每個工作的辛苦 那我覺得其實櫻桃 對櫻桃算蠻輕鬆 然後也很快樂 但是櫻桃也不重 對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在澳洲第一份工作的那個 一些心得啊 感想 跟 嗯 我們到底賺了多少錢這樣子 那今天影片大概就到這裡 希望 各位對 柴櫻桃啊 這個工作有更加的了解 然後也 也喜歡這個影片 這樣子 那我們 我們 超髮公主知道嗎 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 你超髮我猶我 哈哈哈 我這次大流汗了 我們這個團體就是個名字 你說我們現在兩個人嗎 對 超髮公主啊 不是吧 我忘記了耶 啊 對對對 我們要想一個 好 下次再跟你們說 哈哈哈 哎我的張臉 哈哈哈 對啦 那今天影片就大概在這裡 我們就下次再見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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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拜拜